我们就在这儿临时填一下 然后把午饭给吃了 这是个自驾营地呢 环境还是蛮棒的 这旁边是金沙江 中午的话我们就要简单吃一点 反正到马康也不着急 三点钟才出报告 现在都还不到十二点钟 慢慢走过去吧 今天中午弄一个这个知识会饭 这个比较方便 我看了一下 几分钟就搞定了 中午就简单吃一点 我停了这个方向刚刚好 后面像这边位置不会晒太阳 我看一下这个怎么做的 煮四分钟五分钟就可以了 那很方便 先接点水 把这个加进去煮个几分钟就行了 我今天这个防晒都涂得比较厚 然后也尽量不晒太阳吧 昨天就是穿着这个衣服做饭 然后脖子全部是露出来的 就一直晒着的 如果把那个雨中服穿上 它脖子是利领的 把它拉上来之后 脖子全部是挡完的 就不会晒着了 脸上晒了一下 我觉得还没什么感觉 脖子好痛啊现在 今天天气越来越好了 但是这边海拔比较低嘛 就是还是稍微有点热 我觉得我还是选凉快一点的地方 水烧开了倒进去 煮一煮煮五分钟 这边两千多的海拔 就没有太大的影响 我感觉这个有点像一碗稀饭 还要把那个水滤干 但我没办法滤 就大概倒了一下 将就吧 就是水分多一点 味道是挺好的 我已经闻到它的香味了 最后把这个芝士给加进去 我感觉这个味道应该是我最爱的 芝士粉 好出锅 水分稍微多了一点 就是麦相差了一点 但是我刚尝了一下 味道是很棒的 黑松露的 特别的鲜美 变成了一锅粥了 这个用勺子来吃 我们这个刀叉什么都备了的 给你多吃一点 这个味道你应该是很喜欢的 来 开动吧 开动 好 尝一下 它这个米饭有点不一样 对 我觉得这个好好吃 我刚尝了一下 米饭吃的有点像意大利面的感觉 它好像跟意大利面材料一样的 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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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比那天意大利面好吃 这个是一种奶油的味道 还有芝士 对 我更喜欢这种味道 可以可以 下次把这个水分再绿干一点 麦相会好一些 好香 我最喜欢这个味道了 我刚看了一下 你说不是吃的像意大利面吗 它写的是米粒形意面 还可以 就是做成这种米的形状的意面 好香 我们虽然说是床车出行 但是吃饭这方面弄的还是蛮不错的 绝不马虎 有种宁愿稍微麻烦一点 现在天气越越好了 你看 好舒服啊 待着 就希望到芒康天气也这么好 吃好饭了 收拾好了 然后我们继续走吧 现在1点钟 我觉得慢慢往那边开差不多 到那边的话 应该在3点钟左右 就刚刚好报告出来 但是不是说还没到那边 那边可能就 我们就开慢一点吧 嗯 我们马上就要过这个金沙江大桥了 对 马上就要进藏了哈 不过我们那个核酸的报告还没有出来 就要等一等了 等一等 哇 现在就上面就有几座桥了 这个还在 还没有通 对 随后向路前方行去 这个路感觉之前都不是这样的 嗯 有一点变化 嗯 反正这一路上都是完全是好的路了 之前有一阵是有点烂的路嘛 这个就是新桥了吗 是这个新桥吗 好像是这个 嗯 那之前的那个 哦 那个铁桥是在那下面那边 对 那个就留着以后备用了估计哈 嗯 我们决定在这边先停一停 我看到那边对面哈 哇 那个车子排了好长啊 但现在才一点半 我们河山还没有出来 我们决定先等一等 下车去看一看 这好像都在等着的 然后你看这下面就是以前的那个 钢桥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刚才那个警察过来说 临时通知可以先过去 等到50公里外的那个检查站 嗯 嗯就可以了 就是这边就不需要查河山了 就只查那个登记一下就行了 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在这等了 走吧 暂时可以节约时间了相当于 其实你到那个50公里的样子的话 就刚刚好出来呗 就差不多了 因为现在已经都两点半了 嗯 我们都等了一个小时 刚刚才给我们的通知 他就说好像是这边等的人有点太多了 所以就临时改了一下 对 哇 进入西藏了哈 西藏欢迎你 这个是新修的 金沙江大桥 嗯 我们算是三座大桥都是走过的人了 然后这边还能看到之前的那座桥 嗯 对就在那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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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到这个盲坑的检查站了 然后在这旁边停车场等着吧 因为你看核酸都还没有出来 现在已经三点半了马上 他不是说的是三点钟就出核酸吗 可能还在等一等 这边很多车子都是等着的 都是在等核酸 好 我们现在已经出报告了 还不到十分钟 刚刚好 对 我们现在就去排队去了 这边就要乘客下车去 然后排队安检 我自己开过去 这个时间刚刚好 没有等太久 进哪里 就马上 去哪里 NASA OK 可以了 本来只要有核酸就可以正常通行 那就是前面去等凌红 找个地方停着 好了 我们顺利已通过 走吧 还有半个小时就到盲坑了 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就到盲坑就行了 走吧 每天也不用跑太远 然后我们今天到盲坑去找一个好的注册地 今天想好好的睡个觉 等会儿晚饭我们就决定去外面吃了 就不自己做 还要翻一个崖口 要翻到4000多米去 哇 现在快到崖口了 又感觉进入这个冰天雪地了 两边全是雪 好像听说这边也就是跟我们那天遇到下雪的时候一样的 都是这边也在下大雪 应该是 是同时下的 看一下这尾 全是雪 白茫茫的一片 就是现在天气没有那么好 好像有点在下雨 对 然后马上大雅口了 这边海拔还是有点高 我到上面又不舒服 就是耳朵有点堵着了 哇 我们现在到雅口这边了 这里也写了一个 蛮康幻影 这边是中拉山 海拔4150 好 这边又开始下坡 下去之后就到蛮康了 其实这边蛮好看 对 现在树都是绿的 如果天气好一点就更好了 我们要找一下今天晚上停在哪里 我们之前到芒康都是停在城区里面的 没有特别好 想找一个外面一点的地方停 安静一点 安静一点 好 谢谢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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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